华林县文化局在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举办了2021生活节 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音乐艺术共创计划 邀请到多位的原住民美声歌手现唱演出 也透过文化音乐和艺术传递 彼此携手重新出发 华林县文化局在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举办2021扮炸生活节 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音乐艺术共创计划 邀请美声以利高露、阿怒等唱将现身 文化局表示活动现场的舞台将与当代艺术家范陈宗合作 取材与阿美族生活文化当中重要的鸟类大关咎 与之学习竹草的自然工艺 在活动结束后可回收再利用 成为华林县文化局的城市户外演出舞台 主要是希望传达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 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一种生活的方式的样态的呈现 那这是生活节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那我们今年举办的地方是大农大富 大农大富是传统泰巴朗的传统领域 过去老人家在这边会进行采集的工作 那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场地 然后以板炸生活节的意思就是 如何去呈现出阿美族人在土地上面生活的方式 结合优秀地方音乐人才 伊利高路 台九线乐团 蓝星乐团 部落原声等等 从音乐舞蹈到舞台设计 都是源自于地方深厚的生活文化样貌 从不同角度进入古老生活智慧 在当代的多元想象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